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卫星绕着地球运转 轨道半径是R 然后它这时候的动能是EK 那现在假如该卫星增加能量是EK 小心一点喔 这里一直讲动能EK 这里增加是不是EK 这里所谓的增加能量是EK 是它增加的重能 这个卫星给它那么多能量 他们问你它的轨道半径变为多少 好去想一想之前我们做过的题目 之前我们是做过的题目 是不是原本在2R 然后变成到多少 是不是3R 是不是 那现在问你你要提供多少能量 是不是2R变成3R 要提供多少能量 是不是已经知道半径轨道了 可是现在只是反过来讲 什么反过来讲 给你能量的 然后再问你变到多少去 是不是所有的解词观念全部一模一样 什么一样 我还是从什么 你给它能量以后 是不是变到不知道多少R 它什么意思 你从功能进去 是不是 你要提供的这个能量 那是不是等于是我系统的原本是在这里的 变得到这里所需的能量变化 是不是 那后来是变到不知道的R的地方的总能 减去原本R的地方的总能 OK 那同样的情况 这是总能怎么算 你的总力能怎么算 是不是一样 它在跑的时候有重能还有引力未能 是不是 不是 不过这里有讲过 行星原作运动有个特地要这样系 在处理某些情况的时候会比较快 就是行星原作运动的时候怎么样 它的能量这个动能会等于 负的2分之U 所以是不是会等于2分之U 好 就是2分之1的U 是为了无穷有为0的时候 是负的R分之Gm 所以 现在有一个地方是在R的地方做原作运动 所以你的外力是不是增加的能量 这是外力给它的做工 是不是是不是DK 会等于怎么样 后来的能量R的地方的时候的总能 是不是在这里 你就把R带进去是2分之1的负的R分之Gm 减去原来在这里R的地方的总能怎么带 带去这里的总能是怎么带 OK 有没有问题 在这里R的地方的总能怎么带 就是直接也是要2分之U 只是原来的是只有多少 是不是R分之Gm OK OK 好 那你是不是要减这个R吗 我这边用红色去减 可是你会出现一个问题 你这个R到底是多少大R 你这样子有办法找出这个关系吗 不能 为什么 卡在一个是不是EK不知道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 你就要讲它在这时候绕的时候的EK 在R的地方的时候的功能是不是EK 那也是一样 这EK会有什么特性 他想它为什么什么 是不是负的2分之U 那你的是不是负的2分之1的U是多少 U是不是要你这个R的负的R分之Gm 所以你是不是得到了EK就等于2R分之Gm 懂意思吗 接下来看到这里你应该想看 这样有没有办法解除R跟大的关系 有 很好 那我就很快的把它整理给你看 我这就不仔细讲了 你就可以解得得到这个R就会等于3分之4R 了解意思有没有 OK